给重要的人送礼物 总是会惨不忍睹 因为地球上的节日 真的是非常的多 送礼物真的非常重要 但是呢 很多礼物 你是送出去的时候 你是根据自己的喜好 在判断 所以呢 收礼送礼这件事情 让人非常的不省心 我是一个非常非常会送礼的 比如说到年底了 我会送鸡毛胆子 为什么 因为在年关将近的时候 送鸡毛胆子 它是有寓意的 叫做胆成迎新 胆去一年的灰尘 迎接新年的到来 没有意义 而且这个鸡毛胆子呢 是用雄鸡 大公鸡尾巴上的毛做成的 它本身第一 漂亮 第二 按照中国传统的文化来说 它是辟邪的 这个雄鸡唱天下白 那些鬼啊怪的 最害怕听到 早上似乎点钟 公鸡大名 鸡名了 赶快散 所以它那个雄鸡的毛啊 就代表这个 我到时候再做的几位美人 好吧 太棒了 谢谢局长 谢谢 谢谢您好 这礼物太稀奇了 你看送礼只要送的好 大家多开心啊 对 这样相比之下 我们家族之间的礼物 真的很尴尬 赶登家族 我 我现在都给我妈妈每个月就是打钱 实在 但我每次打完钱以后 妈妈发来的微信啊 特别的甜 开心爆了 二字 OK 收到了乖乖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每个月的月底我都会听到我妈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妈有一次在我们家族群里面发了一个视频 想让大家看 结果她想解释这个视频 她自己先笑了 我不看了 我不笑了 我不看了 封油巾 给妈妈上封油巾 给咱妈拿回去 多喝点啊 你们能想象一个家族群里面发了一条语音 十五秒的 我妈妈那些送礼物 最喜欢送的就是各种赠品 但是我妈妈有的时候还是会花钱买礼物了 我们那个小县城那个时候真的没有见过芒果 就有一年过年的时候 妈妈就买了个芒果来 特别的软 特别的烂 哎呀 过期的了 哈哈 她一包开以后 整个手都 就是满了那种 你们想象那什么画面 但是芒果特别贵那个时候 让全家舔她的手 所以你的这个手指头啊 超不过这个为止啊 就还是有遗传的 妈妈怎么不去洗个手 请大家喝汤呢 而且我永远记得我奶奶当时的画面 我奶奶坐在沙发上 我妈妈那个手就这样过去了 妈 天 我奶奶非常洁癖 拉开 拉开 你妈妈这样吗 妈 你坐在那边把嘴巴张开 不是要这样弄 但那一年 我们是整个县城 第一个吃的芒果的家庭 但是吃完那个芒果以后 我妈妈的手突然变得好白 我也知道 家族的人都舔得比较卖力 你可以想象将来你的女朋友 跟你一起回家 见到你家族的这些成员 赖媳妇吃芒果 杨丁 你现在怎么吃芒果 我现在芒果先买回来 整个手插进去 然后慢慢作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